公共视频显示,当时有两名男子走在高速上,一名拿着油桶,另一名打着太阳伞,两人时不时走到主车道上,情况十分危险。 民警和巡查车及时赶到,将两人带到神仙居出口。 男子陈师傅说,他们从黄岩出发到一屋,途中都没注意过油表,结果开到半路车子没油了,他们就把车子停在了硬路间。 恰巧两人的手机也都没电了,而且手机充电器也没带,于是就拿起车里的油桶沿路拦车,想着搭顺风车去找油,再回来给车子加油。 两人在盘安出口买到了油,便搭车重新上高速,下车后两人横穿高速公路准备去给车加油,结果傻眼了,车不见了。 这时,拎着油罐走来走去的两人,就被监控人员给发现了,经过交警的一番教育,他们都认识到了错误。 至于那辆车,原来在陈师傅他们离开现场后,巡逻车就及时发现了它,因为四处不见人,拨打车主联系号码关机了,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,交警就将车辆脱离了高速。